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2014年6月 这家红茶区医院的妇产科病房住了20多名产妇 几乎每天都有新生婴儿降生 听到刚出生一个星期的儿子洪亮的哭声 小敏顿时觉得心安了不少 因为我老公家里面就只有一个 也没有兄弟姊妹了 他就是独自了 家里面就是多一个 他爷爷奶奶这些肯定也是相当高兴的 就是因为哭声特别响亮 小敏和丈夫一起为儿子起了小罗浩这个乳名 用于7月一大早 小敏还在睡梦中 小罗浩也躺在妈妈边上的婴儿床里安静的熟睡 而小敏的丈夫早早就醒了 捏手捏脚的去洗漱 准备收拾东西办理出院手续 很准确的东西 然后我就起床 然后我就准备上厕所 我就看厕所 上厕所之前我就看了 我该改好了 然后出门我带 出那个冰房我就带后门 病房离洗漱间就隔着一条走廊 安静的通道里只能听见花花的水声 我的妈妈 我把他们都尴尬清張 ? 是的 我可以搁一下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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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钟后 等小敏的丈夫再推开病房的门 婴儿车里的小罗浩就已经不见了踪影 因为我那个车是放在门的旁边 门爱着门那里 看过可以就是一眼就等看到娃娃 就是看到一眼床 第一眼看到没的娃娃 然后我就喊过媳妇 那她把我教训的时候 我就当时其实心里面一闪过一个念头 小孩可能被偷了 但心里面还是抱着希望说 或许是什么开玩笑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富士暴走啊怎么样 这样的假设显然是小敏安慰自己的 按照医院的惯例 每一个新生儿手腕脚腕上都会佩戴身份牌 每次护士对新生儿进行检查和护理 必须事先告知家属 我们都是挂牌的 我们有接送卡 手腕也在 然后那个脚上也在 这个腕带都在 然后那个产妇也在嘛 我们工作人员去抱小孩 我们是拿那个推车去推 推了以后 然后有两个牌子 一个给他夹 一个是我们挂在那个小孩的身上 当时呢 他就找了那个二楼的医生护士呢 详细了解了当年有没有医生去报过小孩去检查或者洗澡之类的 结果医生呢 都都告诉他没报过 这样的答案让这对小夫妻心里量了半截 如果不在护士站 那小罗浩会在哪里 凌晨六点多 值班的护士还在护士站里忙碌着 医院里也没有什么人进出 那小罗浩怎么会凭空就消失了呢 他爱人也不知道小孩在还是没在 所以当时他爱人就一直在哭嘛 也根本弄 他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一直在哭 就是那么几分钟的时间 很短的时间 是不是报错或者其他情况 是不是哪一家跟哪一家的小孩报错 也有这一 当时可能还有这种幻想 所以我们安排了一部分正常民间 逐一每一层或者每一间三楼二楼的每一间病房 都进行细致的走访 结果呢还是没有发现被丢了一下 他父亲说的有可能被人偷走了 因为他二楼三楼他都找过 他自己找过 小罗浩的命运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他出生才刚刚八天 在妈妈身边就神秘的失踪了 院方提供的信息是 妇产科很少有陌生人进出 基本上都是病人和他们的家属 每天早上七点半是医院例行查房的时间 也就是说早上六点多的时候 医生都还没有上班 每个楼层也只有值班的护士 那抱走小罗浩的人至少是熟悉医院工作时间流程的人 那么会是谁在不惊动值班护士的情况之下 趁小罗浩父亲去洗漱时 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小罗浩抱走了呢 而他抱走小罗浩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新生婴儿医院神秘失踪 是要抱着自己也还是要卖掉 故事 清洁工 病人家属 谁才是幕后真正黑手 别人都告诉他 没报告 是寻仇还是贩卖 小罗浩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 解救小罗浩一线即将播出 对于红茶警方来说 小罗浩是凌晨六点多失踪的 这也就意味着到报警为止 小罗浩离开医院的半径还不远 目前抓紧时间调查才是找回孩子的关键 那么他寻仍然到的这个婴儿陆地是什么呢 可能是要抱着自己养 还是要卖掉 还是要垃圾情侪 都还不知道时候 那么 在小罗浩失踪之前是不是有什么异常情况呢 办案民警在医院走访调查的过程中 从侧面了解受害人家庭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小孩呢 被盗贼以后呢 卖到外地 难以解救 还有呢 就是那个报复性的杀男嘛 因为有仇啊 按这个当事人有仇 他盗出去以后把他杀掉 但是两个老人呢嘛 直接跑到医院都是 直接就瘫在那里呢 跟你说就连路都走不动了 小敏一家是从四川到玉溪做小生意的商人 在玉溪也已经住了几年 这对小夫妻平时的生活除了照顾生意就是家庭 可以说很少和外人接触 也想不到会和谁结仇 我们觉得他也不是生意不是做得挺大 也没口到多少钱 我们觉得绑架案件那个 不会找这样的对象啊 推一万不解 我当时我跟我老公我就这样说 我说只要他还活着 我就是即使真的哪一天真的就是找不到 就是祈求他还活着 就是这样一种想法了 他母亲当时就在哭嘛 当然他也反复地跟我们说 尽可能地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要叫我们帮他们把这个小孩找回来 我们当时也挺难过的 也很理解作为一个母亲 当时失去一个爱子那种心情 小敏住在二层的妇产科病房 每一间病房都有两张病床 也就是说小罗昊失踪这一天 病房里除了小敏还有另外一位产妇 看当时的情况六点左右的时候 可能这些孕妇都睡得挺沉的 所以说那个时间点应该说 那个小孩他也在睡觉 所以那个小孩抱走以后 他们都可能不知道 每一层病房走廊两端都连接着楼梯间 在拐角处都设有监控探头 从监控画面里可以看到 清晨有点多 医院走廊里几乎没有什么人 偶尔有清洁工经过 但是从画面里完全没有看到孩子的踪影 楼梯间是离开这栋楼的唯一出口 警方开始排查案发时间段 抱着小孩或者拎着可疑物离开的人员 在医院通往二楼新生儿科的一个监控显示 案发当前六点十分 一名打着粉红色雨伞的人 从二楼走下楼梯 并迅速消失在监控中 早上六点十分的时候 有一个 也看不清楚是男士 当时他用了一把伞把所有的个体身份的性别特定都遮掉了 就用一把伞遮了 只有一个监控会说是造到了犯罪现象 而且他是用一把伞在这里的面貌什么都不清楚 那个石头 六月七日凌晨确实下了小雨 但这个人在楼道里就撑开伞的举动显然有些奇怪 而短短几秒的视频中 伞面把这个人的整个轮廓都遮得严严实实 让人怀疑这很可能是刻意在躲避摄像头 战场人就算下着雨下来 他也不会在那打着伞下来的 他提前就把伞打了下来 而且把生子前都遮住了 然后穿过那个监控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可能手里抱了个东西 这个东西他包裹那个东西 非常的以那个医院 发放给小孩包裹那个小毯子的颜色 基本一致或者特别相似 由于这个人用雨伞挡住了监控 民警只能从露出的衣着 以及背着的黑色挂包分析 这个人应该是一名女子 那么这个可疑的撑伞人是怎么进入医院的妇产科病房的 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我们又翻看了之前的监控录像 事发当天 三点多钟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医院 抱小孩的这栋楼的三楼 看到了一段比较可疑的监控 当时那个监控画面上 有一个全身穿着这个黑色衣服和黑色裤子的一个 40岁左右的一个女的 在那个三楼的楼道里来回的张望 当时她还戴了一个口罩 非常的可疑 监控里 这名中原妇女在走廊里不停的张望 警方组织了医院里的医生护士 包括住院的病人进行辨认 然而没有人认识这名妇女 6月6号 6月6号凌晨5点多钟的时候 同样也发现了一个全身都是穿着 黑色衣服和裤子的这样一个女性 年龄大概也是在这个30多40岁左右 但这一次呢 她没有戴口罩 同样的呢 跟之前那段监控很相似 也是在这个三楼的楼道里 四处的张望 这两端监控里 这名中原妇女一直在病房门口徘徊 这样的举动更加大了 她预谋抱走小罗号的嫌疑 她如果说她之前都是计划好的那种熟手作案的话 她就是 我当时就是真的就是绝望了 想着就是可能找不回来了 就是那种感觉 那么这名妇女为什么早早就盯上了小罗号 她有什么目的呢 要离开妇产科的病房 这个楼梯口是必经之路 而在案发的时间段里 警方找不到任何人抱着孩子离开的画面 而这个撑伞的神秘人就成了唯一的可疑目标 那么她究竟是从哪个出口离开医院的呢 医院从专门那的话 进来这个医院里边呢 有两个入口 然后后门呢 有一个入口 相当于就是三个 总的有三个出入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罗号的命运也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警方开始把侦查站没 以医院为中心向外扩散 不敢放过任何一个岔路口 最担心的就是 小孩呢 被信息转移到外地 所以说我们首先呢 就好力呢 就是把这个 先把我们红塔切 我们一起把握出如何 通到车站码头 设卡抵击 不要跑到外地 道理说 只要嫌疑人带着小罗号离开医院 就必然会在医院的几个出口 留下影像记录 然而 医院附近正在修建人房工程 这也意味着 嫌疑人很有可能躲过了监控的范围 如果他从正门走的话 出去以后呢 他就到了这个 凤凰路上 然后呢 如果从后门走的话呢 他就来到了这个人民路上 按理说呢 这两条路呢 通的这个道路都比较多 都是四通八达的周围 环境也比较复杂 小路特别多 出门以后呢 当时我们认为这个人可能往下走 或者往上走 分两条线路 根据不同的出口 调查附近路面监控的侦察员 加紧寻找小罗号的下落 分析嫌疑人可能逃跑的路线 民警通过医院周边监控 对这名中原妇女进行追踪 之后 在玉西中心城区的南北大街 人民路等多个监控点 都发现了这名女子的踪迹 六点 六点十二分的时候呢 他就穿过了南北大街 这段监控呢 确实能够很清楚地看出 是一个中原妇女 不是一男的 是一米的 抱了一种东西呢 这个时间呢 跟我们试验六点十分发现的 两分钟的路程呢 当时我们也做了生产实验 也基本吻合 清餐的时候 这个女儿抱了小孩在这 而且她自己从我们 从画面上来看呢 她还戴着狠罩 监控显示 此时 这名女子已经收起了雨伞 但是 她的面部又戴上了口罩 只能辨认出 她的大致体貌特征和衣着 发现这个中原妇女呢 跟我们之前在三楼监控发现那个中原妇女的一座特征呢 包括体型体貌特征呢 就特别的相似 基本可以判断是一个人 根据时间点来判断 在医院走廊出现的这名黑衣女子 还有在楼梯口撑伞的神秘女人 以及最后在路面监控拍摄到的这个中年女性 这三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但是由于这些监控都取自不同的地点 无法把他们连贯起来 也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如果因此耽误了时间 小罗浩有可能就会被带到更远的地方 到时候解救也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这个屡屡出现的中年女人 她到底是谁 她为什么要带走小罗浩 神秘女子行踪可疑 就算下着雨下来 她也不会在那打着伞下来的 她为何要费尽周折带走小罗浩 迎走小罗浩进行时 也就下罗浩一线继续播出 由于医院周边道路还在施工 前官监控只能分段提取 没有办法前后串联 这让侦破工作开展得异常艰难 她说南北大街呢 从人民路方向走 那个真面没看到一个背影 抱着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一样包壳的 当然是看不清楚是人还是古人 整个面相应该都遮掩了 她抱那个物品那情况来看呢 那形体个体来看呢 确实像一个小孩 一直找到珊瑚路 就从我们这条路上的四个卡卡就发现了这个中年妇女 当时她也还在戴口罩 抱了一个形体像婴儿的物品呢 这形体依然在抱着小孩 在这儿的过程当中 我们算性追踪嘛 从那个珊瑚路 从摆 一直走到我们 这边有一个淘宝街 就在淘宝街那个地方呢 坐了一定的停留 然后呢就上了一辆出租车 6点22分 这名女子在珊瑚路街口上了一辆出租车后 掉头向北城方向行驶 根据出租车的车牌号 拜安民警很快就找到了出租车司机 对于案发当天出现的这名神秘女子 出租车司机也有很深的印象 她反映的就是 当时就是淋产6点多的时候 她在珊瑚路的时候呢 拉了一个40多岁的女男抱了一个孩子 抱了一个婴儿 上了她的租车车 近距离的观察 自己确定 这名中年妇女怀里抱着的肯定是一名婴儿 而从上车开始 这名女子就引起了司机的高度警觉 驾驶员呢 主要她自己的警惕性呢 是觉得这么早的时候 就原来抱着孩子在打车嘛 所以说这个 就是随便万里下呢 她跟驾驶员说的是 她自己的小孩 由于删定了 到儿童医院去判定 抱回来 这个出租车时机呢 她也觉得挺奇怪的 6点多看什么病 而且那个儿童医院离这个点 应该说还有很严重的距离 不合厂里的回答 也让司机多留了个心眼 特意记住了她下车的位置 她坐在后排 这位出租车司机呢 她从那个后视镜里面 还多看了几眼 这么到这个北厂的时候呢 这个女子 就是抱小孩子 女子又叫她 继续把她寻找 到这个梅营窗 到梅营窗里以后呢 她就抱着小孩下车 下车以后 除了说司机一直在观察 她从什么地方进去 然后看着她抱着小孩 从哪个地方进去 从哪一个向到进去 她才离开了那个地方 除了下车地点 司机还大致描述了 这名女子的外貌特征 听口音应该是欲欺本地人 本地的以前也没有这种 就是外卖这个 这种二位男性 所以说从性质上来看呢 我们当时觉得呢 就是说她自己抱着 自己养的男性比较大 如果到头小罗浩的目的 是为了收养 这就意味着短时间里 小罗浩的生命 应该不会受到威胁 也能够解救 争取更多时间 梅云村呢 它在我们互相北面 我们互相北面 但是还不到外线嘛 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村子 它也不是主要的交通干道 也不是也没有什么公共汽车呀 没有车站呀 这些 它就是一个 这个七里边 八子里边的一个村委会 它不是一个通往外地的那种通道 专案组基本可以确定 小罗浩就被藏匿在这个村的附近 为了不打草惊蛇 专案组特意安排了几名女警 换上了便服 以家庭走访的名义 在司机划定的可疑范围内 挨家挨护的入户调查 以村民那种聊天呀 或者是在行问的过程当中 用耳朵和眼睛来听 来看 来发现有什么可疑的这些疑点呀 这些 听 有没有小孩的风差 汗有没有小孩的用品 胆胆之血们 然而侦察员排查了两百多户 依然没有小罗浩的身影 跟这个村接着 就在村边这一块呢 确实有那个工铁厂 就那个厂里边呢 当时那个情况是比较复杂嘛 那个厂有两三千 那个职工 可能外来的有一千多 专案组决定扩大搜索的范围 比如说像那个 李克光 没有孩子的那个 还有孩子导致的那一种 还有就是 无法善意的那一种 那些作为重品来排查 根据医院监控提取的一张 行人侧面照片 办案民警秘密组织了 工厂里的几位人事主管进行辨认 万一讲呢 这个事情暴露了 可能对于小孩的安全 可能会是致命的 其中就有一个主管发现 这个人有点疏 就在他们厂里面上班 然而蹊跷的是 这名主管说的这名女工徐燕 前一阵子因为怀孕请假了 根据预产期算起来 应该也差不多要生了 从职工的增计信息上看 一个叫徐燕的女工 和医院里的这个神秘女子 确实有几分相似 单一名孕妇 为什么要抱走别人的孩子呢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眼情 如果小罗浩 真的是被这个女人抱走了 在过去的十几个小时里 小罗浩到底遭遇了什么 接下来她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 只有在找到徐燕以后 才能够知晓 为了维系情感 她选择高龄产子 怎么你欢迎就点了个像欢迎 出轨的打击 不敢面对的事实 她将自己逼到了绝境 解救小罗浩 一线继续播出 当民警冲进这间职工宿舍里的时候 床上确实躺着一名亲生婴儿 然而 居然的男朋友却坚称 这是他的儿子 对民警的出现 他也显得十分诧异 和他男朋友理智气壮的表现 截然相反的是 面对民警 徐燕却站在一边一声不吭 我小孩手上戴的 他阿姨送给他 那个场面锁 一个小锁 一个钓的 戴在手上 还有那个 那个一眼包裹的那种小摊子 还在那家 当时那个分钟 特别的激烦 然后我们那个 年明警就叫他 赶快去把那个小孩抱过来 你看那个小孩 我们初步看一下 那个小孩应该很健康 还在睡觉 当时心意下着 彻底的放丧了 经过审讯 局院交代了 自己偷走小罗号的事实 然而奇怪的是 根据徐燕男朋友的证词 徐燕确实是怀了他的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哪里去了 小罗号的出现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012年 徐燕认识了 同在钢厂打工的男朋友 因为两人都是离异 在同病相连的心态下 走到了一起 虽然没有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 但双方的家人和同事 都默认了他们的关系 徐燕打算为男朋友 生一个孩子 一来可以进一步 巩固两人的感情 二来也可以养儿防老 2013年年底 徐燕如愿以偿 成功怀孕 徐燕原本以为 这个孩子的出生 能更好地维系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然而他没有料到 就在他怀孕期间 他发现男朋友出轨了 40多岁的高龄 再加上巨大的压力 局业流产了 然而他却选择 隐瞒了这个事实 他问我是啥时候 遗产情 我记住六月费 已经算好是 六月二号的遗产情 那就是四月月费 我跟他请假 我说你这个不能 就是不能再上班了 已经我所有的 这么大了 今天那个男的 也问过他 怎么你怀孕 一点都不想怀孕 他说我体型胖 所以你看不出来 那个肚子不是太明显 三年来是每次都没让我去 问过他 我一直说 我说啥时候生 然后生的时候 找到你就晓得了 一方面 局院隐瞒了自己流产的事实 另一方面 他一直盘算着 上哪里去找一个 合适的婴儿代替 直到六月六号 去晚上五点多的话 还在那些 想说哎呀 去厂里 就是去了以后 我就不是亲戚来跟我们 完了吗 还想要是有人家 不要的话 我可以理 那不是挺好 然而 在医院的妇产和病房 撞入了几天 局院并没有找到 抱养孩子的机会 眼看着 就要到自己说的预产期 他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了 有人说都睡还是 那病房门不是开了吗 我气的时候 气的时候 门不是开了 大大开的 哎呀 想到当时就是 好像平时神差一样的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 现在那个 当时那个 当时的话 如果抓着那个人的话 我真的 我说手里面是有刀 我也许都会 都会砍他两刀的那种感觉 真的就说 太气愤了 小罗浩失踪的这段时间里 小敏看着空空的婴儿床 想着孩子 就是在自己身边 被人偷走的 他内心的自责 几乎压着他 无法喘息 你就想问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对不起 真的我 当时做进室的时候 真的自己是慌了头 才会给他们家 给他们带来那么大的伤害 同样都是作为女人来说 都是作为妈妈来说 你想如果你的孩子丢了 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时候就是慌慌的 就好像说 自己抱着一个人 反正我不虐待他 我好好地养他 人家找到的话慌人家 我又没把小孩怎么样 对自己的孩子 他可以基于那种 关爱是吧 心疼 但是你对人家的孩子 你怎么可以那么残忍 你对人家 可能还会在身影 自己好像就是那么一个念头 不管你出于 你的目的是出于好的 还是坏的 你都不应该 起码说你不应该 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而且你这个不是伤害别人 伤害的是一个家庭 说一话 说一亲的对不起的话 都迷不了 离不了他们 对他们心理上的那种打击 那种伤害 在那 徐燕 向小米一家 表达了迟到的忏悔 而对徐燕的男朋友来说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对他也造成了 无法弥补的伤害 让他从没人付的喜悦中 猛然跌落到一个谎言编织成的冰窟里 你最起码你要跟我说一声 所以说我流产了 我们娃没有了 被他弄的就到现在 就成了我什么 把自己害了 处分我 把这边所有的家人 全部害了 在解救了小罗号后 明星很快就安排了这一家人的团聚 你自己的脚 经过医生的检查 小罗浩十分健康 这16个小时对小罗浩来说 也许仅仅是一场美梦的时间 然而对小敏夫妇来说 这是无比难熬的时光 只想把它揉在怀里好好的抱着 始终了一天的小罗浩 终于重新回召了母亲温暖的怀抱 他没有伤害我的小孩 这一点我应该是要感谢他 但是说原谅的话 我现在也没办法说 谈得上是原谅还是不原谅 我只能说我挺可怜他的 就是说你为了一个男人 你不应该来这样做 其实他也生过孩子 他也是当母亲的人 应该知道这个小孩和母亲 分离是一种什么感受 但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自己包养一个小孩这样的目的 就把别人的小孩偷回来一样 其实我觉得真的挺自私的 同时我也觉得这个人其实挺可怜的 我们现在也是慢慢的 就是说也在淡忘当中 也就是说 但是他的话 他就比我们 现在他自己做的事情 他承担的后果的话 他就比我 比我们现在的时候带来的伤害 他远远要付出的多得多 历经了16个小时 小罗浩转了一大圈 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 解救很圆满 但是当我们了解到了 徐燕作案的真实动机之后 难免我们会产生一些感慨 一个离异的中年女人 她希望用孩子来维系一段感情 为了改变自身的不幸 哪怕她的所作所为 会伤害到另外一个家庭 她也在所不惜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陈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